这是我的网站 那我今天给各位的资料都在 都在这个右上角的第一个连结 右上角的第一个连结 那这里面各位直接点进去 有几支层次 我先大概有一些内容 我先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是 给各位的新制图的讲义 那新制图的讲义 各位就要安装那个新制图的软体 像这个东西 我有给各位这张讲义 所以今天各位都不用抄笔记 各位就是直接在 我们就直接互动试做 有任何问题就直接提出来 那这里面有好几个讲义 我内容大概说明一下 这个是远距教学里面一些趣味互动的方式 然后网路上搜集的一些教学的心法 手机要投影到电脑的方式 还有怎么把你的课 因为现在流行那个也不是流行 规定要混成 所以你在上课的内容 就一边要把它录下来 然后放到网路上 让那些请假不能同时上线的同学 要能够线下去浏览收看 去补进度 那所以这个是怎么做简单的剪辑跟上网的部分 然后再来呢 互动白板软体其实不是只有一家 那只是说 MyViewBall跟线里面有合作 那另外一家叫做提摩豆 提摩豆 然后其实还有蛮多家 互动白板的软体可以使用 那这个都是可以参考的 那MyViewBall它在 就是在软体的这个 编辑教案教材互动的这个部分 比较有效率 然后那个提摩豆是在远距互动 远距互动的部分是 比较有效率的 那这个可以给各位参考 然后另外这个是上次线里面的 Classroom的那个教学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是 主要是放在这一块 就是MyViewBall的基础教学的部分 然后另外这边还有其他的应用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给各位的讲义的部分 然后这个就是提摩豆的另外一套 它叫HighTeach5 然后它另外它有一个远距教室 叫做HighTeachCC 那个部分是不用安装 可以直接网络云端使用的 然后这个Ladybug呢 是食物投影机 携带型的食物投影机的软体 跟这个Visualire是同样的类型的东西 那因为我们在做远距教学 常常各位老师会用到那种 携带型的投影机 然后你就不用了解太多 那个科技的技巧 你就直接在投影机下面 直接用手写就可以做教学 这个是最方便的方式 那所以有或者有一些东西 你要demo给学生看 那可能可以用这个软体去处理 那它是 它不会被机器限制 就是说你有任何的网络摄影机 它都可以用 不现场牌 然后这个就是 昨天请各位先装的 MyViewport的软体 待会就会开始用到 好 那以上就是这几个提供给各位 最下面还有两个 SMy就是新制图的软体 那新制图 我想应该现在老师们教学 应该都会用得到 那如果还没有用过新制图的 非常鼓励老师使用 然后这个RoomIt RoomIt它的功能是这样子 尤其是在远距客 或者学生看不清楚 你的画面的时候 那如果透过那个RoomIt 它有这样的功能 它可以放大 无端的放大 然后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标示说明 这个是RoomIt的功能 那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程式 那尤其是在远距客 那个小朋友用平板手机 在看的时候 有时候画面不是那么清楚 那如果你想要给学生看得更清楚 就可以使用这个东西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有需要各位再下载 那各位应该已经安装好 我们的MyViewport的软体 那请各位呢 就去把你的MyViewport给打开 麻烦各位把你的MyViewport打开 那打开之后呢 请你先登录 那登录的时候 登录的时候我们统一用 右下角这个Google 这个G 这个G 那这边也可以 我是习惯用这个G 但是登录的时候 请你注意一下 你要用你的教育处 给你的这个账号 教育处给你这个账号 HLC.edu.tw 因为MyViewport跟我们的合作方案是 你只要用这个网域登录 它就全部帮你升到 那个老师的权限 最高权限 所以请你用这个去做登录 那基本上登录好之后 这个画面就可以先关掉 好 麻烦各位先做登录 那登录好的老师 麻烦你在讯息列上面输入1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